伊古达拉,左资料照,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勇士替补大将前锋伊古达拉,Andre Iguodala,在与火箭系列战第三场比赛重伤到左西,目前已连续缺席三场比赛,金主帅科尔,Steve Kier,赛后受访表示,现在勇士的运作,都是预示在伊古达拉不能上场的情形。 科尔表示,伊古达拉目前虽然是在每日观察名单中,不过我们球队的运作都是预设在伊古达拉不能上场的情形。 他可是骨折,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好的,也不是他认为自己能够出赛就行了,我们也不能确定他的情形,所以就暂时放在每日观察名单,然后再看情况吧。 伊古达拉,在伊古达拉缺阵的情形下,由鲁尼,Kevin Looney,定替了他的先发位置,此以他攻下4分7篮板2抄截。 另外勇士后卫麦考,Patrick M. Seacott,也在缺阵近两个月后,此以迎来复出战,上场4分钟攻下2分2篮板1抄截。 若他能够找回受伤前的身手,对勇士的后场战力,将会是一大注意勇士与火箭的系列战第7场比赛,将在台湾时间5月29日,早上9点在火箭逐场举行。 对勇士与火箭逐场